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呢,台灣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銀髮餐廳 而且呢,形勢也非常的多元 那因為我們過去曾經有投資過銀髮餐廳 然後也做了一些功課 今天呢,當我們老在一起 就要透過在台中的富老時光餐廳 還有日本的軟食運動 來告訴大家 到底最適合退休樂靈族的餐廳 找什麼樣子 位在台中北區的不老時光餐廳 是由紅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結合資產活化與銀髮在就業的理念 將原本日治時期的市長公館 打造成不老夢想125號 這間餐廳最大的賣點就是 這些經驗豐富銀髮族長輩們的首陸菜 除了東西好吃 建築營造出日式西式新舊交叠的氛圍 更受到許多年輕人的歡迎 而且餐廳的外牆內牆都是由銀髮族的不老服務生 和不老料理人擔任 負責食品的製作 還有店內點餐收拾等服務 目前餐廳裡工作的銀髮族長輩 年紀最輕的是56歲 而年紀最大的已經是71歲高齡 此外也搭配一些年輕同事 負責參訪的接待 活動的策劃 對外的宣傳等一系列的工作 這樣親吟共識的搭配模式 讓各自發揮擅長之處 過程中又可以彼此學習 在日式旧外觀與西式新風格的建築裡 銀髮族長輩們與年輕世代交流出不同火花 另外在日本 目前餐飲業正為銀髮族掀起一股軟食運動 像是從吉野家、便利商店 一直到高檔的法國餐廳 推出一系列軟食套餐 因應現在越來越多銀髮族有吞咽困難的問題 像日本某間法國餐廳與醫院及製藥廠合作 推出一系列適合吞咽困難人士的菜單 利用主食的方法讓食材變軟 讓長者與家人們可以在一個餐桌上一同吃飯 或者是推出長者專屬的居酒屋 因為很多烤物都比較困難咀嚼跟吞咽 因此食物有特別精心設計過 更特別的是居酒屋的服務員其實是牙醫、護士、營養師 講者們來到居酒屋可以安心地用餐 最後以上兩個案例 我們可以發現說其實最適合這些退休樂領族的餐廳 應該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它是要可以接受所有消費者的 不要特別去定義它是給老人去的餐廳 應該是要可以去接受所有不同年齡層的消費者 那因為老人畢竟他也不喜歡去到所有都是老人的地方 要不然會有一種就是提早進到安養院的感覺 所以其實有一個就是不同年齡層的人可以互動交流的地方 其實更吸引這些退休樂領族可以去那邊用餐 第二其實可以推出一系列所謂的軟食套餐 因為對這些退休樂領族來講呢 他們其實是有相當的經濟能力可以去消費 但是假使今天消費了 但是比如說點了一塊非常高級的牛排要來吃 結果呢這牛排因為太有交勁 以至於他們沒有辦法很順利的解決或是吞嚴 那這樣會降低他們的意願 所以假使呢針對他們有推出特定的套餐 對他們來說絕對是一大福音 第三是可以增加這些樂領退休組他們的參與度 因為呢通常他們是不論在公益手藝 或者是經營經驗上面都是最豐富的一群人 所以呢如果有他們的加入 對很多年輕人來講呢絕對是事半功倍 而且呢通常他們也是最有消費能力 而且可以呼捧引半的一群人 所以呢今天不論是請他來當員工 顧問或是股東都是絕對的首選喔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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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